好 鏡頭轉到國內 前天發生爆炸的張濱工業區 側新金屬工廠 現在又傳出了環保危機 有民眾在距離工廠 不到幾百公尺的出海口 發現了大批的死魚 環保人士現場勘察之後 認為可能是當時工廠的甲本草 在爆炸之後 有的物質飄散在空氣裡面 被大雨給沖刷下來 污染了附近的出海口 他們很擔心污染可能會繼續擴大 退潮之後的彰化線溪海邊 出現這樣的驚人景象 石縫裡或是周邊的草地 到處都是暴斃的大小魚類 附近居民說 從前一天開始 就發現這裡有大批的魚類死亡 不管是河端 還是數量稀少的海蠻 或是經濟價值高的大黃魚 都無法倖免 這裡是彰化線溪的出海口 因為屬於鹹水和淡水的交匯帶 加上潮差有五公尺 有不少有機物成績 吸引大批魚類聚集 不過從十九號開始 就出現大批魚類暴斃 而這裡就位在十八號 發生爆炸的金屬工廠 不到幾百公尺的地方 環保人士認為 可能和前幾天的爆炸案有關係 燃燒之後 產生一些含氯的這些污染物 那就是因為空氣刷的關係 整個都刷到水裡面去了 十八號晚上工廠煉煙沖天 因為存放甲板的儲存槽爆炸 有毒的物質四處飄散 這幾天的大雨 又將空氣中的有毒懸浮物 沖刷進海裡 造成魚群暴斃 而這些發出惡臭的魚絲 不僅引來猴鳥觅食 甚至還有民眾減食 專家擔心會透過食物鏈 擴大污染 這些過境的鳥 如果在吃了這些有毒的魚之後 在北返到像中國東北 日本這些繁殖地 還沒有飛到的時候 可能在半路就毒發生亡死掉了 所以這是我們比較擔心 生態連鎖的效應 廠方不願表達意見 而彰化環保局也派人採樣 釐清污染源 如果確認污染源是這間金屬工廠 將依法來開罰 記得連健身棚換群 彰化報導